湖南十二岁少年出生是天降异象 他落地大哭的那一刻 就招来上千只鸟类聚集在空中盘旋 好像在祝贺男孩的降生 后来有人发现 他不仅能和鸟对话 甚至能指挥小鸟干活 当地人也都从没见过这样的一世 都称少年是鸟神转世 那么他真如村民们形容的那么神乎其神 能指挥鸟儿做事究竟是真是假 他又是如何与鸟类对话的呢 保持你的好奇心 点赞关注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共同揭开 湖南鸟神转世之谜 据传闻中所说 这位被称为鸟神的男孩名叫吴永桃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山村家庭 父母也都是地道的农民 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眼里 男孩看起来和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在村民们眼中 他却是拥有特异能力的鸟神 为了找到这位传说中的神系少年 记者不远万里 驱车来到了湖南省楼底市新化县破石岭村 而几经询问过后 记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那就是在这些村民心里 真认为吴永桃是鸟神转世 因为他们经常能看到空中的鸟 在吴永桃的指挥下飞来飞去 在村民的指引下 记者找到了鸟神的家 问起男孩的下落 他的父母就告诉记者 这个时间点 儿子应该在后山的田梗跟鸟儿对话 你们到那里应该就能找到他 听到鸟神母亲的话 记者的好奇心更加重了 在顺着男孩家人指引的方向寻找时 忽然听到一阵类似鸟叫的声音 顺着声音望去 在一处小山包上 一个少年身边围着两只鸡鸡喳喳的小鸟 随着男孩的指令小鸟瞬间喜飞 紧接着他嘴里发出神秘的叫声 而小鸟好像能听懂一样 不停地在空中盘旋飞舞 这少年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鸟神吴永桃了 记者发现只要吴永桃嘴里发出声音 小鸟就会出现较大的反馈 随即记者便来到了少年的身边 外表来看这不就是个正常的山娃娃吗 他真有村民们传的那么什么 见记者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他便打算现场给大家露一首 他说只要用几须鸟语 就能让小鸟飞到自己的手掌上来 然而打脸来的竟如此致快 吴永桃发出几声鸟叫之后 小鸟竟还停在树枝上纹丝不动 他解释说 因为现在附近有陌生人 所以他们就不敢下来 只敢站在树上观察 为了缓解这一尴尬场面 吴永桃决定亲自上树把鸟请下来 湖南十二岁男孩不仅精通鸟语 甚至还能指挥小鸟干活 他在出生时就诡异事件频发 啼哭声就引来上千只鸟在上空盘旋 当地村民都称男孩是鸟神转世 记者带着疑问找到男孩 吴永桃现场表演神迹却被打脸 说是因为有陌生人在场 于是便上到了树上亲自请鸟下树 小鸟见吴永桃过来找自己 瞬间放下来戒备心 并表现出他们之间很熟的样子 为了展现自己鸟语的能力 吴永桃开始用鸟叫声和他们交流 并指挥小鸟站在肩膀上和自己亲吻 随着他们的交流 鸟儿竟真的气了他 这让记者万分震惊 没想到世间还真有这样的神童 然而这是意外却发生了 两只鸟为了吃素竟然打了起来 而吴永桃接下来的举动 再次令记者感到震惊 随着吴永桃嘴里发出几声鸟叫 两只小鸟竟立马安静了下来 难道小鸟真的能听懂他说话吗 为了一探究竟 记者此次特地找了一位专业训鸟师 让两人鄙视一下 比赛规则 两人同时呼唤小鸟 在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 最后小鸟落在谁手上谁就获胜 当记者将鸟笼打开以后 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鸟儿竟无视两人 直接飞到了一棵里子树上 比赛虽然陷入了僵局 但两人并没有放弃 都用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鸟儿最终选择落在了吴永桃的手上 然而训鸟师却表示不服 因为这些小鸟都是在他这里长大的 自己对他们来说太过陌生 于是他向记者提出 一起到自己的地方再次比试 如果男孩真能和那些鸟儿交流 他就主动认输 然而吴永桃接下来的一番操作 却整得训鸟师心服口服 这只金刚鹦鹉是训鸟师的专属鸟阿力 除了他自己以外 他不是任何人手里的东西 并且也不会和别人互动 因为他只能训鸟师一个人 然而今天阿力好像放飞自我了 面对吴永桃的到来 不管为他是还是跟他互动 阿力都十分愿意配合 为了展现出吴永桃精通鸟语的能力 记者提议让他利用自己的鸟语 引导阿力做一个表演 看看阿力到底会不会听他的话 看到吴永桃竟然能轻松让阿力这么听话 去鸟师已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记者看到吴永桃这么轻松就能驱使阿力 于是也想亲自尝试一下引导阿力表演 然而面对记者挑动 阿力竟然无动于衷 这就证明阿力并非因为平时表演 形成的条件反射 难道说吴永桃身上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能让他天生与鸟儿亲近交流吗 湖南少年天生能与鸟类交流 出生时引来万鸟朝拜 记者带他与鸟儿互动 没想到吴永桃竟真有常人没有的能力 记者十分好奇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没想到吴永桃和记者 十分坦诚地交代了原因 原来他从小就十分喜欢鸟类 后来一次在放牛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草丛里有一窝雏鸟 受骨临巡的雏鸟听到动静 张着嘴嗷嗷带捕地朝着他叫 于心不忍的吴永桃担心 他们肯定会饿死 于是每天就充当鸟妈妈 每天来草丛给雏鸟捉各种小虫子时 有时捉不到虫子 他也会到家里带自己剩下来的食物 给两个小家伙时 经过几个月的细心照顾雏鸟逐渐长大 安说鸟儿本可以飞走到野外生活 但两只鸟像是把吴永桃当成了亲人 一直待在他的身边不愿离去 并且十分有灵性 吴永桃在家时他们就待在树上 从不故意去打扰人类的生活 一旦吴永桃出门 两只鸟就会像保镖一样飞在身后 而发现能与小鸟交流 还是因为一次意外 当时它就像往常一样 出门帮小鸟捉虫子 但意外的是这次小鸟跟着出门后 就再也没飞回来 以为鸟儿可能出门自己觅食了 它也没过多在意 可一夜过去 吴永桃发现鸟竟然还没有回家 这样的情况还从没发生过 于是它便急忙进山里寻找 并且一边找一边模仿鸟叫 因为平时在家鸟只要不在身边 它就这么呼唤 小鸟就会主动出现在它面前 就在它走到山里一棵大树旁时 奇迹发生了 小鸟们竟然安然无恙地 飞到了吴永桃的身边 从此吴永桃发现 自己好像与生俱来 就拥有精通鸟语的能力 但记者依然十分疑惑 普通人怎么会无师自通知道鸟语呢 于是记者找到了专家 替我们揭开疑惑 同志南确本身它的模仿名字是比较强的 至于它受到它学会这个男孩子 跟它交流 而且它的教训 跟那个小男孩教训是一样的 就完成一个可能 因为它毕竟把它成了个 毛绒绒的小鸟 一起喂 未来呢三个月 这个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呢 就学会了 跟它这么去教了 通过专家的解释 吴永桃能和鸟类交流的原因 也就解释得通了 你对吴永桃鸟语的能力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